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雪中飞 中科纳米抗军与融服 今日之事明日之见 让我们一起观察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日观察周日谈话版 淮安是一个美食城市 特别是举办过四届淮阳菜美食文化节之后 淮安的美食更是声名远播 今年的淮安又在争创全国优秀旅游城市和省级园林城市 那么说到淮安的吃喝玩 有哪些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让您回味无穷的呢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淮安的吃喝玩 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走进演播室的两位谈话嘉宾 这一位是淮安广播电视报社的吴卫青 还有一位是淮安旅行者户外俱乐部的许多 两位好 董事长好 那说到淮安的这个吃喝玩啊 两位就是印象最深的是哪些呢 说到吃啊 还是有许多这个值得回味的地方 也有值得探讨的地方 比如我 老家朋友亲朋好友来到淮安 每次带他们去 无非是这个软头肠鱼 喂鸡门 普洱菜 什么金工热园 这些都是淮安菜的特色菜啊 主打菜 那么但是吃过这几菜以后啊 一顿 两顿可以 三顿 四顿就输不过去了 那怎么办呢 那么我的办法就是把他们呢 带到这个大街小巷啊 去寻找小吃 因为吃的多啊 大概想要穿的多了 也就跟朋友啊 或者我写了一篇 就是四区著名小吃搜索 这篇文章刊登出来以后啊 在视频当中 引起了很大反响 很多人 有一些小吃店 都把这篇文章呢 挂在自己的墙上 就是我可以说 在淮安菜 美食节举办以来 我自己认为 做了一件比较成功的事情 这个也是被我们誉为 是我们淮安的美食地图啊 对 尤其是这个小吃地图 对 而且我看了这个 你这篇文章以后 我就打算把这个文章当中 所提到的这些小吃啊 要一一地吃过去 然后做一个比对 看这些店啊 是不是名副其实的 很遗憾的是呢 这些 尤其店呢 现在已经 由于种种原因 已经消失了 但是总的来说 淮安的小吃啊 是非常的美味 非常的好 许多 你觉得淮安的哪些地方啊 就是这个吃的 给你留下印象特别深的 刚才吴先生说 他的老家朋友过来 然后他会带他去吃 软豆铐鱼 青鲁肉圆 铺儿菜之类的 我首先有一个疑问 去哪吃青鲁肉圆 去哪吃软豆铐鱼 去哪吃铺儿菜 虽然我们说 我们去很多那个饭店 他们都有软豆铐鱼 但是哪家做的最好 哪家真正能反映出 淮安菜的特色 不知道 哪家的青鲁肉圆 做的最好 也不知道 其实这些菜特别有名 对 但是缺少这个品牌店 对 我们不知道该去哪去吃 这么一道菜 就像这个到北京去烤 烤鸭对吧 全局的烤鸭 全局的烤鸭 到这个天津去吃 可不得包子 对吧 都有很明确的方位地点 但是我到外地 到淮安的朋友 我就不知道 带到哪家去 他们也不知道 淮安有什么民店 但是我有一个 什么最好的呢 我就把外地人 带到淮安来吃什么呢 淮安最大的 最有特色的地方 就是盖浇面 他们吃的以后 都非常 在哪吃啊 我还没吃过 在成德路 尹和路上也有 盖浇面 因为他们盖浇面 有长域盖浇面 有 回锅肉 回锅肉 有这个 猪肝 柴骨肉 吃骨肉 很多很多 品种很多 这在外地是没有的 很多外地人 到回锅里吃过以后 对这个盖浇面 是回味 生产 回味生产 而且吃到怀念的地方 其实我想 每种吃的话 并不要 它有一个很大的名气 比如说像我们 一般出去玩 在成都的话 我们就选那种 非常有名的小吃店 就吃它那种 特别有名的那种小吃 比如说到龙超手 就是龙超手 到棕水角 就是棕水角 但是我们很难去 在湖安去 找到这么一个地方 比如说去 一个软豆腐鱼店 去吃软豆腐鱼 一个 那个 那个 腐鱼面 店 去吃腐鱼面 或者说一家 那个 叫什么 牛肉汤面 去喝牛肉汤 牛肉汤馆 去喝牛肉汤 我们没有这么一家 特别有名的那种 专门 某一类 特别有名的那种店 去供我们去消费 但是你要说到这 我觉得 华安也有一些 有特色 外地人到这以后 知道我们 虚移的龙虾 知道我们 洪泽这个 猪霸的小鱼锅贴 还有黄鸡的羊肉 还有这个 码头的牛羊肉 这些应该也是 很有名的 但问题是 这个地方太大了 洪泽是一个县 你去洪泽 比如一个外地人 来到洪泽 他去哪儿 去吃那个 那个小鱼锅贴 他去虚移 那么大一个县 去哪儿 去吃那个 龙虾 对他们很多人 去需要具体到 可能 某一个店 某一个地点 告诉他 甚至告诉他 你到了淮安 你坐哪路公交车 你去哪个地方 到哪儿下车 然后你去向东 或者向南 去走多少米 然后去看到一家店面 它周围有什么 然后你去里边 去吃一个 什么样的东西 他们可能需要 更多的 这样的一个指南 那说了吃 我们再来看看 淮安的这个玩儿 都到什么地方 去玩呢 把外地人到淮安 来旅游 我们可以带到 楚州去 带到续游去 带到军屋去 带到洪泽去 但是淮安 本地人 就觉得自己平常 双休日 或者鸡脚日 没有地方去 其实淮安 可以知道 游玩的地方很多 而且有的地方 非常的不错 像这个柳树湾 然后我们向西走 朝洋庄走 那一带 属于农村 是必有风味的 如果我们沿着这个 李运河 经过洪卫桥 经过这个西安路的这种桥 一直向西 我们可以说 在那个郊区里面 我们四季 可以欣赏到四季的风光 很美 春天有雨花开 夏天 这个满地金黄 秋天 原野木钢 可以看到原野木钢 看到夕阳西下 都非常的精彩 冬天 你就看到那种 冰天雪地 四季就四季 四种景色 在我们 现在我们游玩的人 很多就是说 他不去发现 他就想在城里面 走一走 城市 我们就城市很小 现在向南走 我们在洪泽湖大堤 洪泽湖大堤 许多有多长 24公里 24公里 那一段景色 原来是上南京去的 洪泽湖大堤 这条路被废弃之后 反倒是显出了 对 真是特别的一分美 显得更明镜一些了 被人亲事了 或者化事了 对 其实沿着我们 淮安这种水系 非常发达 沿着水系 去走 去寻找的话 淮安有非常漂亮 非常美的一些地方 像今年夏天的话 我们就组织一些人 就沿着沸黄河里 吴先生刚才说 向西走 我们当时是向东走 向东走的话 我们一直 我们现坐车到了宝滩 然后从宝滩下来以后 渡过河 然后沿着河 一直走回市区 那一段的田园风光 相当漂亮 而且 怎么说 而且民风春朴 风景也很优美 我们一直走了 要将近30公里 但是大家都感觉 我们有20多个人 感觉都非常棒 选择的旅行工具是什么 徒步 我们就是走回来 就是步行 对 走了要有五六个小时 然后大家都感觉非常棒 因为这种生活状态 是在城市中体会不到的 而且大家也没想到 淮安有这么美的地方 所以淮安很多漂亮的地方 需要我们去发掘 就是说我们的城市 并不缺少美 只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 对 包括我们去 刚才吴先生讲了 去洪泽湖大堤的话 其实我们从洪泽湖大堤走 我们完全可以把我们发现 这种体验美的这种过程 和吃联合在一起 如果我们从洪泽湖大堤 从洪泽湖一直走 走了24公里 走到蒋坝 蒋坝就有很好吃的地方 有鱼园 有它的岩堤 它有很多 怎么说我们市区人 很没有吃过的一些 他们的一些乡村土味的一些东西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 所谓我们生活在这个城市人 需要去发掘 需要去体验的一些东西 这个吃和玩是分不开的 而且说到这个吃和玩 往往是和当地文化分不开 和当地民俗民情是分不开的 比如说在北京 我们可以喝着茶 然后听听京剧 还有在四川也有这样的 很多的一些茶馆 都可以边喝茶 边了解当地的一些文化 当地的一些剧种 在苏州我们也是有这种 苏州平潭 然后吃着当地的小吃很惬意 那么在我们淮安 是不是也可以有这样的 把文化和我们的吃和玩 结合起来的呢 在这方面 好像淮安比较缺饭这些东西 我们在茶馆里面 其实有很多茶馆 名义上是茶馆 都是咖啡馆之类的 他们好像都在 灌大 排馆 其实淮安也有地方的戏区 对 因为淮安的文化也很丰富的 我们的淮海戏应该也是很有名的 但是在我们的一些茶馆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娱乐场所 是很少能够欣赏到的 几乎没有 几乎没有 对 就只有他们在演出的 一些正式的演出的时候 我们才能看到 这些正式的演出 在市区都很能看到 可能只有在一些农村才能看到 我们在茶馆听到 能听一个什么钢琴 对 声音 很声音的 你听到钢琴就不错了 很声音的 往往听到的是一些打牌的声音 对 我想这个和一个当地的经济水平有关系 那么在我们这个经济水平条件下 很多茶馆认为弹钢琴是一种高耳的艺术 那么可能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地方 他们觉得一个地方戏曲 一个戏种 更能体现出一种文化的底蕴 其实像华野戏 华野戏这样一个戏曲 戏种 它是非常一个优秀 而且非常有很多文化内涵的一个东西 但是我们现在很多 如果说你去听一个华野戏 人们会说 你怎么那么土 怎么去听华野戏 不去听周杰伦 真老土 但是也许你过了三十年以后 你去听华野戏 人家会觉得你很小资 就像现在北京人去听 去老舍茶馆 去喝杯茶 听京剧的一种感觉 或者去四川 去那个川剧馆 那个看看川剧表演的那种感觉 他会觉得你很小资 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 一个可能一个经济水平的差异 和一个文化的差异在里面 许多这个问题 可能也就是一个 玩的成面问题 比如说我们淮安 有一些女性 聚办到了上海去看 看音乐剧 看音乐剧 猫是吧 看音乐剧猫 但是有一些人呢 在茶馆里玩 灌蛋 有一些人呢